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无发 我是阮木华 这塞港缺贵的问题 至今无解 红旗董事长陈俊胜今天说 感恩节PC销售状况其实是不错的 好几个国家很快都卖光了 但是货柜现在呈现海上飘 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 尤其是以欧洲美国的状况最为严重 估计到明年6月才能解决 也就是说还要再塞半年 现在目前塞港的时间 其实已经比过往的运输时间 增加了4到6周的时间 欧美现在目前塞港问题很严重 在海外飘的货轮 已经多达百烧之多了 而且delay的情况非常的明显 所以这样状况之下 势必我们刚刚讲说航运股各方面 还是值得再继续观察他们后市 虽然说今天都有开高走低的状况 乃至于我们来看到 美国股市在最新一个交易日 道琼呢站回了所有均线之上 这个原本道琼岌岌可为 跌到了年线附近 但是连日反弹之后 最新一个交易日涨幅1.4% 涨了将近快500点 又重回所有的主要的季线之上 这个恢复了这个多方的态势 而且是很明显的指稳的情况了 标普涨幅有2% 另外纳萨克指数涨幅3% 涨了更多 罗素2000小型股票涨幅是2.8% 废半指呢 我们刚刚讲了涨了4.97% 将近5% 盘中一度涨了5.3% 大涨200点之多 创下历史新高 突破4000点的整数关卡 这个半导体股票气势如虹 Omicron的恐慌消退 欧美股市纷纷创下三个月 今年三月来最大的单日涨幅 另外创新高的股票 还有苹果 苹果股价冲到了171块钱美金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还有呢 先前大跌的中概股 也大反弹 中概股先前跌势非常的重 主要是这企业问责法的问题 但是呢 最新一个交易也大反弹 那油价也大反弹 美油盘中升破 每桶73美金 不油呢 则是收盘占上了 每桶75块钱美金 那市场上面反转的是 欧美国债殖利率 由先前的殖利率大降 转而上升了 连两日上升 因为现在市场 之前股市紧张下跌的时候 资金大量跑到在市去避险 所以说殖利率有明显的下降 比如说美国十年期 国债殖利率一度跌到1.4附近 30年期跌到1.66附近 但是股市恢复多方 持续又恢复了上涨 代表在市的资金 有测出了状况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投资 同时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从财报分析上面 怎么去看出一家公司的三率 我们一般讲说 毛利率 净利率 还有营益率 还有营收的成长率 各率 怎么看出一家公司的竞争力 我们赶快来请教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您好 木华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 我们同样在YT上直播 您上YT搜寻 酒吧新闻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这个请教段老师 大家一边在囊囊说 这个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全球的共同现象 包括台湾现在目前通膨 也都来到将近快3%了 是2.8%的一个 八年半来的高点 美国更不要讲了 6%多的通膨 欧洲4%多的通膨 这么高的通膨 看起来各国央行 都要收紧货币 但为什么股市 反而还可以再继续大涨呢 您觉得这个背后的道理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情况 我不晓得木豪 有没有注意到 从2000年 就是2000年以来 我发觉到说 除了2007年 全球的IPO的 募集资金 大概是4000亿左右 你知道到今年 全球IPO吗 对对对 IPO的募集资金 4000亿美金左右 初始上市的 对对对 IPO 2007年 那是历史以来最高 但是截至今年11月为止 还没12月还没有结束 我们全球的募集资金 就来到了6000亿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是今年再创新高 对 不是 疯狂上市 也不是说 每一年都是一直这么高 对 反而是今年是特别高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大致上在财务里面的看法 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些公司 要抢着今年再上市 那一定是股市非常热 对啊 通常IPO 好发个好价钱 通常IPO跟SEO的话 基本上都会在股市高点的时候 出来 那出来之后 这些IPO跟SEO SEO就是增资发行的股票 那IPO的股票的话 通常是发行之后 大概在三年内 会跌回原点 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依照美国 美国光这一年来 也就是说第一季 它就有419档股票IPO 第一季 第二季是198档 第三季是205档 所以这个金额 我觉得太疯狂了 也就是说加总起来的话 恐怕今年 如果光美股来看的话 那恐怕会破了800档 对 所以因为股市热 大家都趁探休 对 赶快上去这个抢钱圈钱 但是也不能说 看到这些IPO的话 这么多 你就觉得说股市永远是热 我们给那个 今年美国很多IPO股票都大跌 比如说像罗宾铺股价大跌 然后滴滴更不要讲 股价跌了60% 还有看到像是 最近一些IPO的股票都往下掉 但是我们统计一下 美国11月 因为我们现在12月初 11月IPO 涨幅第一名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Sono Group 就是太阳能的电动车 那一档 他11月17号上市了 那上市的首日 涨了1.5倍 也就是154% 但是现在来看 跌回原点 那还有第二档 第二名的 应该有很多的 电动车那档 Rivian 也跌回原点 也跌回原点 甚至他已经跌破IPO价格了 对对对 其实 也就是说Rivian 那档 11月10号上市了 他在排名里面是排第六名 29.14%而已 当日的涨幅 但是当日的涨幅 第二名的话 大家可能会 这个非常奇特 Ober 也就是那个 潮牌 就是鞋子啊 就是那个 帆布鞋 就是号称 什么99 98块美金 可以买到一双鞋子啊 是 他当天的涨幅的话 是92.6% 11月3号上市了 OK 这个啊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他的代码是BIRD啊 如果有一些 比方说 BIRD 对 BIRD Ober 听说 他是号称啊 全球最好穿的鞋子 所以 所以我看他的股票啊 股票一路跌啊 好像 好像也跌回来了 Ober Ober 从最高上市当天 冲到32块 跌到最近跌到最低 跌破14块 是啊 所以就觉得很奇怪 IPO首日啊 涨一倍 这一档股票 当天上市的时候 涨一倍啊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Ober全鸟 Ober全鸟 鸟都飞了 一双鞋子 竟然可以第一天 IPO的时候 就涨一倍 其实还有很奇特的一些公司啊 就是比方说 沙拉光卖一盘沙拉的 比方说10块钱美金的 或15块美金 Sweet Green 他的代码是SG啊 他第一天涨幅也高达8成啊 现在我看也涨回来了 这是 也跌回来了 对 这是11月份上市的前三名 全部跌回来 所以说IPO当天别去追股票啊 对对对 尽量不要去追 你宁可等他这个IPO挂牌之后 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之后 往下掉一段时间 再去慢慢量缩 再去考虑他 对 我想应该 利器店也是啊 利器店这个礼拜一转上市 开盘冲到80块 今天回到72块 经验值 差10% 利器店差10% 那但是有一家公司 我觉得还OK哦 明天要上市的 哪一家 也就是巴菲特注资的公司 Nu Bank 巴西啊 南美洲最大的一家存网银啊 OK 那他叫做 也就是 Nu Bank Nu B-A-N-K 他代码 我不晓得有没有出来 应该是Nu 他的代码应该是Nu 那IPO招股啊 他高达508亿美金啊 那你说他 他是不是很强大 我是认为是说 他可能是 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间 一间那个 存网银 存网银公司哦 那巴菲特之前就有开始在 注资了 那英文叫做Digital Bank 因为我们翻成存网银了 那香港他们是 翻成虚拟银行 所以有些中文 两岸三地的中文名称 完全都不一样 那他的投资者有哪一些 红杉资本 还有高盛 还有 都大咖 对都大咖 那还有一些 比方说中国大陆的腾讯 他有注资了1.8亿美金 所以明天大家可以 关注一下这家公司 Nu Bank Nu Bank Nu Bank 大家可以查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因为都是在赶 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上市热 这也是FinTech的很重要的 对对对对 好 那原则上IPO不是说都不好 这个后面表现好的也有 但是今年很特殊 美国很多IPO一上去之后 股价都是爆错 对 这也有可能跟他们初始发行价格太高 有关系 或者说第一天IPO上去 股价喷得太快 太高也是有关系 所以原则上 如果你看到这个股价大喷 你去追高 通常风险都不小的 对对对对 但是不要讲说利基电 今天礼拜一挂牌时候 开盘冲到80 我觉得利基电 回下来 他可能后面还有机会再上去 但是基本上你第一天去追80块 你到现在也赔掉10% 是啊 对不对 所以他在大致上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拉丁美洲最大一家的公司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另外要关注财报的焦点 对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上一堂财报课 我们当然今天要从这个成长力分析来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怎么从这个营收成长率 毛利率净利率来看 等一下请教段老师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我个人在看财报 我非常关注三率 就米版讲毛利率 盈利率跟净利率 这三率 我都会去看说这三率 到一家公司 他有没有长期呈现 三率三升的情况 那三率之间的差异性 有没有很大 比如说举例 利基电 我们刚刚一在讲利基电 利基电你去看他财报 他的毛利率 跟他的盈利率 都明显的高过台积电 不是高过联电 比如说利基电 我如果没有记错 他的毛利率高达将近四成 那联电的毛利率三十几% 那问题是到最后 这个净利率 利基电的净利率 是低于联电的净利率 那是中间一定有问题 就是说你的 你的毛利率 盈利率都高过联电 但是你的净利率 为什么会低于联电呢 结果发现他的问题 就是他有个业外损失的部分 业外损益的部分 所以说三率 我们还是要把它综合来看 那当然我们这个三率的话 是单纯的看 比方说一年两年的这个 比方说营收成长率 毛利率 或者是净利率 那但是如果说 这家公司明年的营收成 营收有增加 那就是营收成长率 那就要看营收成长率了 那台湾有没有公司 也就是说我从2010年观察到 去年截止 也就是说总共11年时间 有没有这种公司 每年营收都在成长的 应该还是有 在这里 台积电 这么多 还蛮多的 台积电应该也是有 那这些公司的话 其实我是用比方说 他每一年营收都有正值 营收成长率都是正值的话 那再把这11年来 他的营收的成长率 予以平均值 那这边排序的 不是说他的营收是最强的 或者是最弱的排在最前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的话 如果看到上面的这些公司的话 大致上我们可以知道说 营收成长率要连续11年 都是正值 那代表说营收一定要增加 每一年都要增加 就不断要超越自己 对对对 都要超越自己 这是不简单的事 所以如果说 其实公司还不少 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对应到后面的 有一个年报酬率 也就是平均的年报酬率 我们就可以大致上知道 他可能跟所谓的股票的报酬率 是有很大的相关性 所以平均年报酬率 这一行是股票的部分 对股票的部分 股价的年报酬率 也就是说每一年起头到尾巴的时候 我都给予平均这样 那就可以看到到说 这些公司真的是不简单 也就是说他营收一年一天到晚 都在成长 每一年都在成长 所以当然有很多 这是总共11年的时间 他都没有delay到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 比方说我们看到4126的太一 其实太一的话 他的报酬率为什么会这么低 也就是说他只有平均5.60 但是他每11年来 我们都看到这一家公司的话 他都有在成长 问题就在于说 你不能单纯只看营收成长率了 这所有的成长率全部都是YOY 你还要看毛利率跟净利率 所以如果你把太一的毛利率成长率 再跟净利率成长率拉出来 跟其他公司去比的话 基本上他就排在很后面 他的毛利率成长率就4% 净利成长率也是只有4% 所以这个太一 大概皇上给的钱不够多 所以他的收入不好 所以我们大致上 他跟股票长期来看的报酬率 是有一致性的 所以说段老师教我们说 除了看营收成长率以外 你要同时伴随的去看毛利成长率 跟净利成长率 那后面有一个空格后面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个是累加报酬率 他的不是 就是说后面的那些公司 从6122的后面的那些公司的话 那边基本上 他就是历年来 全部都没有成长过 那这样子 因为我们也有蛮多听众朋友 是听广播 我们现在没有看直播 我念一下 这个段老师刚刚讲说 11年来营收成长率 不断在增加的公司 有亚德克KY 1788的信仓 2207的荷泰车 还有22330的台积电 还有加里大龙 信邦01 3029的01 还有3036的文业 台湾大 新阳科 全科 红康 泰衣 全家 巨硕跟育龙 这个育龙是9941的育龙 就是做车带的那个 对 租赁的育龙 对 那当然我们说 营收啊 只是说 他做生意大 还是不大而已 但是这家公司到底 有没有赚钱 那基本上 我们可能要看 毛利成长率 对 也就是说他毛利一天到晚都在成长的 也就是说 他毛利率每一年都有赚的钱 比去年都还要来得多的 有没有这类型的公司 在11年来 我们看到这些毛利率的成长率 如果11年来 他的毛利成长率都是正值的话 那就代表说 他每一年都在跨越自己的赚钱能力 这也很难 这很难 每一年都要毛利成长 就是说我不断的要 可能一方面要cost down 另外一方面 我东西要 我的产品要卖的这个更贵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上面这张表格的话 上面的表格的上半部 只有7家公司而已 11年来 毛利成长率不断的成长 对不断的成长了 这个也是非常难得 而且我发觉 保雅真的是非常强 保雅他的毛利成长率 跟净利成长率 都是11年来 全部都是正值 所以这个是非常奇特的公司 他11年的累加报酬率有五倍 对有五倍 503 对 那他的近 他的毛利的成长率的话 是大概平均一年是15 15%左右 但如果说 累加他的那个毛利成长率的话 他跟他大概是毛利成长率是涨了大概百分之168 所以对应上股票涨了百分之503的话 我想应该股市市场的这个给他的这个回馈 是比他自己赚钱的能力还要来得多 不过今年保雅股价表现并不优 因为看到今年保雅股价 三月的高点大概差不多650块附近 9月跌到了455 所以今年股市全年上涨 但是保雅是逆势下跌 那现在目前的股价在491 稍微上来一些些 但是感觉起来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 是对 这什么原因呢 其实我觉得像保雅的话 可能对于台湾的零售业者 比方说卖相同的产品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他的展店或者说 展店的 Costdown这些可能有极限 他之前应该是每一年 也就是说我们往前面去追溯的话 比方说11年间 那我们看到11年以前 你有看过保雅吗 似乎在跑路上很难看得到 电台楼下第一家好大家 问题是那个都是在11年内 在这11年内所慢慢设的一些据点 所以他当然营收一定会增加 营收增加是绝对的 因为他点越来越多 但是他的毛利率能不断的增加 这也不容易 这也不容易 因为他点开的很多都是黄金店面 像我们电台楼下那个店面三角窗 那挺贵的 以前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没得做了 被搞到和平东路上去了 我发觉好像保雅开的那个 比方说在东区的话 我都发觉到走进去的话 那个价值不菲 邓老师你觉得保雅到底他这个店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他就是青少年也很喜欢去 就是 对他中和有美妆的 有一些 我觉得美妆是蛮吸引人去的 也就是说相对于那个去城市 一些零食 对对对 但是零食他卖的还蛮贵的 我觉得他零食还蛮贵的 他一定有些东西贵 提高他的利润率 有些东西主打可能便宜一点吸引你 但是他的那个 也就是说卖那个化妆品的部分的话 可能相对于百贵公司而言的话 他是有竞争力的 也就是说百贵公司东西当然是贵 对对没错没错 化妆品百贵公司摆一楼店面那是最贵的 对那相对于比方说 我们看毛利率 毛利的成长率11年来都会挣的话 也有7家公司 包括樱花和泰车 信邦也就是刚刚的 林一全家 玉荣又出现了 那如果说我们把一些 比方说净利成长率11年来 唯独也只有一家而已 也就是保雅 净利成长率也是很好的了 对净利成长率11年来维持都是正的 都是在成长的 只有一家保雅 那中寿的话只有8年 OK 重有的话只有9年 瑞颖的话9年 那那个巨硕的话是10年 再来就是11年的下面 和泰车跟信邦还有全家也都是11年 所以这些公司的话 倒是上应该持续率都不错 好其实今天这份资料还蛮宝贵的 这个我们会把它放在网路上 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听广播 说阿彪怨我们说我没看到资料 您上我们酒吧新闻台的官网 你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把它放上去 谢谢邓老师 请不吝点资料 请不吝点资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